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手细的场景 那么快就到了 我一点多的飞机 这个点还不浪 晚上好 刚是我马上一批 我们是正常的跟 今天应该跟的大部队 对 今天有stuff 白天有stuff 我跟方琪两个成员 就那种感觉 对 很好 谢谢 谢谢 新有趣的东西送的 送的 柠檬茶 对 高级待遇 对 谢谢吃宝贺送的荧光棒 对 谢谢真是最喜欢我送的 柠檬茶 我今天装好蛋 谢谢一杯可乐送的玫瑰花 谢谢一杯可乐送的玫瑰花 我腰 我腰一般都是在起床的时候疼的 对 什么糖 上次握手放的糖 这个 我还把剩下的带回来了 有很多味道 吃软糖 对 怎么可能发娃那么多 对 下次下次继续拿过去发 那不是哈欠 我只想把糖吞下去 对 好了 我开始放音乐了 我这 我就是这两天 被这首歌洗脑了 对 太洗脑了 我一定要让大家 跟我一起洗脑 谁都不准逃过这首歌 嘿 她 spectrum 给我 dabei 给我来 mieć 在工作 吗 什么 我 爱 阿 爱 爱 现在 爱 爱 什麼?手機神? 主要是我一看 大家跟我一起洗腦 今天有點腫 什麼?我的頭髮怎麼了? 我頭髮怎麼了? 顏色變了 你才發現嗎?我都變了好幾天了 它已經變得有一點點粉了 就是那種香芋子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粉,對 我前兩天發圖的時候它已經是這個散了 經過我在上海每天不懈努力 經過我的堅持不懈努力的每天都在洗頭 我每天都用很熱的水沖洗我的下半段的頭髮 它終於變成了這個顏色 就是說它終於變淺了 雖然也不是我想要的顏色 但是它至少變淺了 謝謝 謝謝 我在家洗腦稿 TDL的中泰值女送的螢光棒 看起來像枯草 什麼?我跟你說我頭髮可柔順了 一點都不像漂過的樣子 非常的柔順 枯草是顏色的問題 因為我頭髮本來就很蓬鬆 你知道嗎 對 它很柔順 它真的很柔順 我用的洗髮水 就很柔順 對 那再漂一次 短期今天是不可能再漂一次 哈哈 對 再漂一次啊 我們姐姐要打我 對 對 對 我想要的不是這樣的紫 也不是這樣的 我也沒有想染粉色 對 而且主要是因為我 上半部分也加了一點點紫色 所以就是說 我上半部分的頭髮現在掉的 有點點紫紅色 對 對 可以說是無縫銜接下面的頭髮了 也可以差不多就是那種 而且它現在有點不均勻 你知道吧 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淺 你看 像這裡 這幾戳 就特別特別的淺 這幾條 對 然後 有一 然後這裡 這些就沒那麼淺 看到了吧 發現區別了嗎 對 這裡就還是有一點點紫的 但是那一戳就已經是 可以說是已經是那種 完全 就是白了的那種感覺 對 我說我的頭髮無縫銜接 喜歡長頭髮 我不是一直都是長頭髮嗎 但是我可能不會那麼快剪吧 對 我可能就是說想等它長長一點再剪 因為如果我現在這樣子 一刀切的話 就是 就是會切得太高了 就是會很短 對 所以我現在想要 把我這個頭髮再留長一點 再把下面的 對 再把下面的剪掉 所以我不排除我過年前 會不會再去搞一次頭髮 或者是過年後 會不會再搞一次頭髮這種可能性 對 但是再搞一次也不可能去公司那裡了 因為公司那那個這個月已經用掉了 可能去別的地方搞吧 或者就是過完年之後 回來公司這邊再搞一次 對 短期內不可能剪掉 對 反正 反正瓢都瓢了 再折騰一下咯 折騰到它不能再折騰的時候 再把它 剪掉 或者是長度合適了就把它剪掉 對 這個顏色媽媽現在好像也不會打 確實這個顏色我媽不打我 它再 不是啊這個 再 洗一洗可能就 偏粉了 它現在也有點粉粉的 紫粉色 它現在真的很不均勻 你看這一撮 笑死了 這一撮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變得這麼淺 就這裡斷層了 對 應該是甲板夾的吧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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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板的話 很熱 夾的話就會變色 對 再折騰一下吧 我終於 現在 我終於理解了 我們妝髮姐姐說 我的髮枝還是蠻適合折騰的 就是別人那種很柔軟的髮枝 可能就是折騰一次之後就要 就要 就已經廢了那個頭髮 對 然後 我現在 我這種髮枝就是 大概折騰個兩三次 也沒什麼感覺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乾性髮質嘛 平時頭髮就是那種很蓬鬆的 不會油 不總會油的那種 然後 我瓢了一次 加上我用了那個護色洗髮水 對 就是說 沒有什麼感覺 對 不是有恃無恐 對 只是 就是 就是沒有他們說的那種 很明顯的說變成枯草那種感覺 對 然後 摸起來也還好 只不過 他現在就是 要經常輸他 如果 你不出 就是不經常輸他 然後你出門 逛一下 然後被風吹一下 他可能就 打結了 對 對呀 就很洗腦 這是 WATATA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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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SUMMER LET'S GO WA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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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真的洗腦 因為我會看那個 打歌舞台嘛 然後我在抖音天天就刷到這首歌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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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然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 对 然后收拾东西洗衣服 我又洗了一轮衣服还没亮呢 忘记了 对啊就是 就是那个 paper 对 主打的 清单主打 然后我就收拾完 我就觉得我不饿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吃一点 然后我就点了个饭 点了一个牛肉拌饭 很淡 没什么味道 对 然后 但是我还是吃饱了 然后喝了 一个泡腾片 维C泡腾片 然后现在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杯水了 就是柠檬水 然后这边还有一杯温开水 对 就是说今天早上狠狠的被渴到了之后 我现在就是很渴望水 你知道吧 快去洗衣服 什么 要不先去晾了放久了又要洗一次 啊不会啊为什么 我等会就去晾啊 我直播完就去晾 怎么可能拖很久 我不会拖很久的 小婷漂亮 对 我喜欢 小婷 还有 那个 舞白和 那个江一叔 对 他们三个摆在一起 他们三个就是门面吧 对 对 我不看节目啊 看 但我看打歌舞台 对 晚上好 我就没有看这个节目啊 直接看舞台就好了 对 他们 有大vocal吗 好像也还好 对 对吧 所以啊 只要不看节目 上头 主要是这首歌确诊上头 对 我洗完两次衣服 然后我寄的那个快递 然后 他可能 他就是后天到嘛 他后天到了 还得再洗 对 再洗 一轮 对 我的发尾现在好浅了 因为我上面要浅 对 不 书虎 晚上好 对 不是啊 看十五號的工作表是沒有什麼安排的 哈囉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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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吧 明天我就去 對 沒事 那我十五號就可以安心的去拍照了 本來之前是聽說十五號有握手 對 然後我昨天晚上約了拍照 因為我不是約了十八號一個姐姐拍照嗎 但是萬一天氣不好就拍不了了 因為他的那個一定要是在外面有太陽的情況下才能拍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不保險 然後我就 約了一個 上次加了 但一直沒有約 就是沒有去約的一個攝影 對 然後我就又約了十五號去 十五號去拍一組 然後十八號拍一組 謝謝路人家小朋友送的檸檬茶 對 什麼時候發生日發呀當然是 那要看哪一套更好看 如果兩套都能成功拍的話 那就看哪套好看 如果 那套 在 陽光下 不那麼 就是如果拍不成的話 當然就拍另外一 放另外一套吧 就是看情況 一個 什麼 年後才 反正 反正我沒有收到年前要握手的消息 對 對 我們工作表發的就沒有啊 對 十五號我都沒有事情 所以我十五號就 就去拍照 對 廣州晚上還是很冷的 我今天下飛機的時候覺得好熱 對 現在還是有點涼的 對 好 笑死的 笑死的 怎么还让女朋友代替你来看我 我们有没有看很大的床 为什么总感觉有一阵腰风 我刚才 我刚才 真的就是收行李的时候 就把东西收出来 然后我真的刚刚那个行李箱收空了之后 我现在 我真的很想一把子就把回家的行李收拾了 谁懂 但是我犹豫了一下算了 主要是我收拾完了 我的行李箱没地方放 这个 下个星期工业完就放假了 对 下个星期 从剧场 怎么可能从剧场回家 公演节都几点了还回家 对 肯定是第二天的事情吧 爷 但我其实还在考虑中 23号的公演什么时候开始拍 下星期吧 这个星期我们没有什么安排啊 我们这个星期我们这个星期就是后天排公演对 后天排公演然后就大后天就公演啊对 好明天后天还要注意演要拍 有公演啊这个星期为什么没有公演当然有公演 我知道对外国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最近抖音总是刷到对很多博主都是都中招了对 在外留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对 谢谢轮夹到后面送了柠檬茶 好吧 加油 急诊加油 要装心工作 不要想我 对 急诊还是对 还是好工作 不要想我对 谢谢YYK送的柠檬茶 什么臭屁 没有臭屁 这一个头发他今天早上起来就不听话 对 我今天今天五点钟醒的时候 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就是翻来覆去的对 谢谢YK有缺东西送的柠檬茶和泡腾片 就是我昨天晚上真的翻来覆去的对 我一直在从这边翻身到那边翻身再翻回来就一直在翻来翻去我也不知道 而且是我有意识的翻身对 然后五点钟不是醒吗 我醒了之后然后其实我当时候是不想起来的因为我觉得起来很麻烦对 没有那八分钟有我的思想挣扎过程你知道吧 我不是饿了八分钟我是首先我先醒了然后呢翻个身看眼几点 好五点还早那还能再睡然后继续闭上眼睛然后呢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舒服好想干什么睡不着 然后就发现自己就是口渴想去喝水 但是我又很懒我又不想起来你知道吧 对 离开被窝是一件痛苦事情 然后觉得啊不想动不想动 啊就这样子睡过去吧 然后然后呢后来就瞇了一会儿又翻了个身 再翻了个身 我还是睡不着 呀于是呢我就起来喝睡了 对 蹲蹲蹲 我也不知道我蹲了多久 反正我就喝一直喝喝喝喝 然后喝喝完了我就又回去睡了 对 我也不太我挣扎了几分钟 但反正在八分钟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喝完回到床砖之后再看一下 确实是五点多 因为九点半的闹钟嘛 然后说好可以继续睡了 而且好难得 我五点钟醒的时候 我的眼罩还在我的 我的眼罩还在我的眼睛上 怎么会这样 太难得了吧 五点钟了 它居然还在我的眼睛上 说话就觉得很好笑 我不是睡得不老实 但是只是这个眼罩 它太大了 很松你知道吧 对 就是我平时就是 眼罩不是 它是那个 不是会蒸汽眼罩 我戴是蒸汽眼罩吧 它是会发热的 然后 我平时都是要 就是这样子摁下去 我才能感知到它的温度 你知道吧 对 如果我不摁下去 它单纯的只是一个眼罩 对 所以我平时睡觉的时候 我就 要把手放在这里 往里面摁 才会感受到温度 对 头想摁 我不知道 对 但是眼罩也不是 这么带的呀 蒸汽眼罩挂耳朵上的呀 对 十次有九次醒来 它都不见 对 真的 就很离谱 对 然后它今天竟然还在我的 我醒的时候还在我的眼睛上 我表示非常惊讶 对 我现在可以真正回忆一下 就是我 我昨天晚上都梦到了什么 我昨天晚上真的梦到好多东西 而且它不是连续的 因为我就是翻来覆去嘛 又醒了睡 所以我梦到了很多奇奇怪怪东西 谢谢迅猛龙送的荧光棒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它串在一起了 对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梦到了 我梦到了我给我奶奶买了一辆三轮车 对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现在就是串不起来了 但是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梦里 对 我给我奶奶买了辆三轮车 对 我现在想想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做这样子的梦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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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梦到了些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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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梦到了 我梦到了 我爸叫我妹不要回家 因为她 因为她 就是成为了密接 她要隔离 对 然后我在那里嘲笑我妹 我说 哈哈哈哈 你不能回来了 然后下一秒 我就被通知了 我要我也要 我也成为了密接 我要去隔离 对 对 对 我这个梦多贴合十计啊 就是说 对 我还梦到什么 我还不只梦到这样 我还梦到很多的 但是我现在只是想到这样子 我再想想 我真的梦到了 很多 对 什么 什么 什么都得完了 就是 哈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梦到这个 对 还梦到了什么 我只记得这两件事情了 说句实话 对 做个梦都紧跟实事 确实 对 对 大家要跟我一起洗脑 不能我一个人洗脑 做的梦 我有时候可以接的上 对 我有时候做梦可以接上了 但有时候接不上 我会做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梦 要看情况 其实我觉得做梦很有趣的 就好像在体验一个别的故事一样 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很喜欢做梦的 虽然做梦不是什么好的习惯 也不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做梦很有意思啊 没有人这样觉得吗 就我觉得做梦很有意思吗 我做梦 开始 没词 开始 我其实很少做噩梦 我基本上都是一些无厘头的 什么跳这个翻跳吗 没有这个打扫 我只觉得是有个人洗脑 所以才会一直放 当然过年还是会有翻跳的 就是说开始一些还债行为 回家就就开始出翻跳的 单曲循环 对 有Vlog的 会有的会有的 心里想着某件事情容易梦到 嗯 这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这个意思吧 浴室梦 就是做过的梦然后后来发生这样子吗 真的这么多人都喜欢我的Vlog吗 我以前拍刚开始拍Vlog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Vlog很无聊 就是太生活了 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大家应该不会喜欢看吧 我后来真的有想过说 哎呀感觉都没什么意思 我自己剪的时候 我会觉得太简单了 很没意思 但是居然很多人觉得 因为他很生活 所以很喜欢 我当时候 我当时候觉得 啊 大家喜欢 原来喜欢这些 Vlog也是嘛 我一开始觉得 我好像每一周都 在学校 好像每一周都是这种 很枯燥的行为 对 每天都好像 就是很 没什么不一样的 对 就跟大家 工作一样 每天的生活轨迹都一样 就没什么意思 Vlog也是当时候 一度就是不太想坚持了 真实 但是 我居然看到很多人说 哇 你的Vlog好有意思哦 就是 就是有一种 在体验我的生活的感觉 对 我当时就 啊 你也在这 喜欢看这种东西 我真的 我真的当时候就是说 我真的有想过放弃 就是说 对 对 知道大家原来 喜欢这些 这么生活化的吗 原来大家喜欢这些 有意思的 确实好像 其实我 做Vlog的 就是一开始的原因 是因为 在学校拍Vlog 并不方便 视频嘛 然后 又很容易带到其他大家 然后又很容易拍到一些 东西 可能需要码掉的东西 我觉得太麻烦 而且平时我也不会化妆 在学校 所以我就觉得 嗯 Vlog 相对而言 就是 就是 跟Vlog比起来的话 就是我觉得Vlog 可能会更加的 嗯 方便一些 因为只是用图片的形式 记录嘛 就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平时的 就是可以分享生活 但是又不是像这种视频 那样子 就以图片的方式 就会好一点 然后我就后来选择Vlog 对 当然也有很多人 回来问我 你为什么不在学校拍Vlog 对 因为在学校拍Vlog的话 会拍到 就 就是可能 很多不能放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说 还是 呃 Vlog比较 方便 对 嗯 谢谢 去猛龙宋的荧光棒 我争取 就是 过年前 在 过年 看情况吧 我也 过年反正会有Vlog吧 因为过年的话 化妆还是比较多的 对 然后 谢谢去吃 唐翠宇的荧光棒 过年的话 Vlog会有的 Plog就不一定了 但这两周 应该会有Plog吧 我听说 我们家里附近 就是有一个 开了一个那种 舞蹈室 对 我想去问问他 就是 嗯 就是说 他愿不愿意 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 租给我这种 对 或是想找个地方练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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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我们家 那边没有什么自助舞蹈室 对 其实这边很多自助舞蹈室 对 然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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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那边可不可以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去看过呢 但是听说那里开了 对 就在我们 就在我们对面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卷 对 是之前就欠下的翻跳 对 对 对 不是卷 不是卷 是我应该的 对 你们做双音应该都会租 确实 如果没有人去他们那里上歌 他们平时也赚不到钱啊 难得我送上门 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意思也没错是不是 还有道理 对啊 就是他们在那里如果 就是大家不去报班 学习跳舞的话 对 他们就赚不到钱啊 那我都送上门了 问他们要不要租给我 我给他们钱 他们不争 他们是不是 不能吧 对吧 到时候回去问一下吧 对 价格好商量 当然了太哥我就 但是我也不知道外面舞蹈室 租一个小时多少钱啊 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一百块 合理吗 还行吧感觉 对吧 拉布声音 嗯 但还好啦 我身边 我闺蜜他们俩 平时就会跳舞啊 对 他们俩自己会 就是会 会去 我突然想到了 想到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在机场 对 对 拿行李嘛 就已经 嗯 在广州了 对 拿行李 是这样子 就是 那个行李嘛 那个行李 运出来的时候 他就被撒了水 那个消毒水 对 然后呢 就是湿的嘛 那个整个箱子 就是湿的 就 就是水上面 然后 然后当时候就是 也发现很多东西 要拿 对 然后他就想 就是想拿个车子 对 对 但是他又不想碰到他的箱子 因为那个箱子太多水了 就是怕弄到那个衣服上的 然后当时候 他又想把它放到架子上 然后 然后我就说 啊我帮你放吧 对 我就扛完 就 主要是我力气大嘛 然后我扛完他的箱子 然后扛我的箱子 然后当时 我鞋带掉了 我就顺便就是说 踩在那个杆上 绑了个鞋带 然后突然间 放起来一句 黄屑你好A呀 我那时候就 我到时候 我说 嗯 你好怪 对 我就是 对 就是说 我怕扛个行李箱 我再把自己的行李箱 扛上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那里 我就踩在那里绑个鞋带 对 对 对 他突然间这样 我觉得你好A呀 对 我愣住了 对 什么 找金瓜 笑死 怎么 迷上我了吗 笑死 对 他 那如果 如果我这么回答他的话 他一定会说 嗯 你怎么奇怪怪的 那就是他这么跟我说了 你知道吧 对 什么 今天的造型就很A 今天的造型怎么了吗 对 哎呀 对 就是这样的造型啊 对 哎呀 现在就可能因为穿了长裤白衬衫吧 对 机场时尚都好A 对 不然怎么叫机场时尚呢 但也不完全机场时尚就是A嘛 对 还是有别的风格的 只不过就是说 嗯 比较多这种风格嘛 还好吧 我去的时候也没有很A啊 我只穿一件大衣 但是我里面不A 对 可能比较姐姐吧 看起来 今天的话 确实 可能是因为白衬衫的原因 对 谢谢只花姐姐少年送的柠檬茶 对 嗯 一直很A 一直 妈 对 对 可能越简单越时尚吧 平时穿的花里胡哨的也就还好 对 然后 就是我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打底 高领打底 穿着白衬衫 穿着黑裤子 然后穿着马丁学 穿着 大衣 纯纯的黑白配色 对 大家就说 哇 好帅 对 平时穿的花里胡哨就还好啊 也就这样嘛 对 哈哈 怎么会这样 对 是这个意思没错吧 我之前是不是也这么穿过 白衬衫加高领 之前吗 有吧 我也不是第一次这么穿吧 我也有高领加那种 就是调纹 调纹的 调纹的 调纹的衬衫 对 对 花里胡哨显得凌乱 不是花里胡哨 只是 我说平时穿一些别的颜色 对 也不是第一次没 是吗 这样穿比较寒吧 就是在衬衫里面穿高领打底 就很寒 对 不是吗 哦 什么 长得很像老师 全是这种穿衣的缝儿吧 平时比较少女 对 穿的 可能是因为今天颜色比较简洁 对 有这么好看的老师 笑死 笑死 长得好看怎么穿都好看 你是不是想说时尚完成度在于脸 对 虽然大家每次都这么说 对 当我把头发染毁的时候大家是这么说 哈哈 对 对 对 谢谢三大和小依仔送荧光棒 对 你这么好看的老师 学生不舍 确实 确实 就是一些美女老师或者帅哥老师的课总会爆满 对 对 谢谢翠若母 你今天送到柠檬茶 对 燃毁了 这是已经是我洗了很多次的一个颜色了 它在之前并不长这样 对 谢谢黑夜中柠檬 一下送的柠檬茶 听说 大学里面 如果有很帅的老老师 或者是很漂亮的老师 他们的课是 就是那种坐无虚席 对 就是会有一些 经常会有一些去旁听的 对 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是我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 对 有趣的老师 确实 其实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有趣的老师 比较吸引我 对 因为我是这样子觉得的 一节课真的很长 对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就是说一个 图有外表的话 是不足以吸引我的 说句实话 我只会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但我不会去请你一节课 对 我是这样子的人 谢谢XL W送的荧光棒 谢谢VV送的荧光棒 谢谢VV送的荧光棒 谢谢VV送的柠檬茶 对 对 如果你长得又帅 长得又好看 然后讲课又很有意思的话 那我必然是去 对 听一听 对 谢谢VV送的荧光棒 难道不是吗 如果只是单纯的图有外表的话 我真的只会在人群中看你一眼罢了 对 就讲得非常真实 一看就是大学生 哈哈 笑死 对 长得好看的老师不喜欢 讲课好的老师 你不允许别人长得好看 讲课又好吗 笑死了 我刚才 最近不是期末 期末 然后我就在抖音总是刷到 刷到就是说 你的专业课老师是怎么捞你的 你知道吧 对 你知道 就是 对于 高中 就是高中以下的一些 就是 就上 上学的朋友们就是 考什么分就是什么分 捞的还是捞不动的 对 但是 大学就不一样了 大学的分数是 平时成绩加考试分数嘛 但是你考试分数和平时成绩 加起来之后 就是上折完之后 还达不到那个分数的话 你的 你的 你的专业老师很有可能就在你的平时分担里稍作修改 让你勉勉强强卡线通过 就几种 我最近看到一个 就是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这样子 就是 那个人 他的 期末只考了 四十四分 好像四十几分吧 对 然后呢 因为电脑不是会自动的帮他折算嘛 因为他只要设置好了 他就会折算总分嘛 因为按百分比 然后呢 他老师 就是在他的平时分里不停的从八十改到八十二 再往上改 再往上改 你知道吧 太好笑了 就一直在往上改 努力的让他的总分达到六十 对 你的老师 当你觉得 你的分数 就是刚刚好 就是 如果你期末考分数 刚好就是六十啊 六十一这种 你要一定要感谢 过年一定要感谢你的老师 他捞你捞的真的很辛苦 对 我刚才看到一个 一个就是 老师他改分 对 改分真的很好笑 他改改改改改 他说 答非所问啊 怎么回事啊 55加15等于66 然后我当时 我第一反应 我并没有给到这句话有什么毛病 对 55加15等于66 好改完之后 他就一声放到了旁边 后来他又改一张说 怎么又是66 怎么这么多66 然后后来 我点开了那个 点开了那个评论区 评论区 就说 55加15等于66 然后我当时就说 这句话有什么毛病吗 后来我一算 55加15 怎么可能是66呢 对 对 老师菜菜 唠唠唠唠唠 对 这个语气还是这样 老师 菜菜 唠唠唠唠 对 对 同学 该干 挂挂 嘻嘻 笑死 捞人 我最近看到太多这些了 对 而且我还看过一个这样子的就是你的老师们为了你不挂科他们都做过哪些努力 对 对 他们是这样子的 就你知道有一些年轻的老师就是刚入 就是刚来的 刚来教书的老师 对 他会有一腔热血 对 因为这个故事我听我们很多老师 讲过 对 对 他为了不让 他就有一腔热血 他会觉得 我出题我要出的非常的有深度 我给他们出期末试卷 要展现出我的水平 对 然后 一般这种 就新来的老师出完卷子以后一般不是要给那种 就是 有资历的老师审的嘛 然后 一般给这种老师审的时候呢 那老师就说 嗯 老师 嗯 老师啊 你这种 就是 这个提醒 他们不会的 出太难了 对 你知道吧 就是你看 你这多选题太多了 多选题只要错一个 就不得分了 对于他们来说 太难了 改成判断题吧 好不好 四 四个选择 和两个选择 那还是两个选择好 对 笑死了 我真的看到那条 看到那条 等于我觉得 就是狠狠的就是说 想象到了一些我们 就是上学的那个时候 对 就是一些我们老师 呵呵 为了让我们通过也多么的努力 对 就那种 填空题 不行太难了 我们换成名词解释吧 对 你知道吧 对 就这种 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吧 嗯 我换成名词解释难 被不在 难道填空题就简单啦 填空题是一个 你不会就不会 名词解释你不会还能瞎掰啊 就是你大概有点印象 你还能扯一扯 天空体力不会就是不会啊 天空很难的 对 对啊 名词解释就是瞎掰啊 他就说 我们上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老师都不想让我们挂课 你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努力吗 对 他会怎么 你知道你的老师们是怎么暗示你啊 怎么暗示你 就是 首先 就是你们课上完了 他 他会怎么暗示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节复习课 他会怎么帮你呢 他会说 他会整几套卷子给你做 对 他说 这几套卷子呢 就是说很重要 大家回去复习一下好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几套卷子的答案 给我牢记于心 因为 期末考试就从里面出 这个意思 你懂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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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你的老实话重点了 并且告诉你 一定要背 的时候 你就背 他就完了 对 真的 所以他们真的很努力 太努力了 就是 就是 连我们之前 前面的几个学期 都没有划过重点的老师 划重点了 当从不划重点的老师 给你划重点了 你就得注意了 对 那个是啥呀 我考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 那个叫啥 那门课叫什么 对 他真的不划重点了 之前那个老师 太狗了 然后 那最后一个学期 他说 来我们现在划重点 我当时听到什么 他要划重点了 对 就我们这种专业划什么重点 什么划重点 来来来来来 然后他说 你知道 那次他有多么的努力 他划重点 已经是那种龟 就是叶数 好 第七页 好 这个表 熟记 好 我们就打个 就打个红色五角星 你知道吧 只要起来这一页 好 好 往后翻 第几页 好 这个 滑起来滑起来 你知道吧 他可是以前 从不划重点 以前那个书这么厚 他都没有划过重点 对 所以当他划重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又忘了 又忘了 对 确实 真的 真的 我那天 就是内门课 是我最后考的嘛 我不是在收拾嘛 对 然后 呃 就是收拾 收拾 离开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很快的收拾完了 因为我其实没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的室友们还在收拾 对 然后 我收拾完了嘛 我们说好收拾玩家去一起去 去买宵夜 对 因为宵夜11点多才 才上线 然后 他们就继续收拾 我就没事干了 我收拾完了我也没事干 那我就干嘛 就去复习啊 那天晚上 有时候我就开始看书 对 我都 我本来都不想复习的 我觉得 我觉得啊 大学最后一门了 我就不想复习了 就这样吧 我本来还真是想自暴自棋的 对 后来 我就真的太无聊了 他们在那收拾 我啥事也没 我手机还在充电 我就说好吧 看书吧 那就免为其然的 看看书吧 然后就开始看书 然后我把那本书看了 就是很厚啊 就是重点也滑了啊 那么厚 我就看了三分之二 我就看三分之二 然后我第二天考试非常的顺畅 好像 我好像学的很好 我好像 一个学期下来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 对 就是有那种感觉 懂吗 我只看了三分之二 就非常顺畅的考完了 啊 这么厚怎么可能开卷啊 我 我只体验过一次开卷 然后那一门是什么呀 我忘了那一门是什么 哦 那一门是 那一门是跟 就是相关有有有有关那种法律法规的一门课 那个是开卷 跟法律法规有关的唯一一门开卷 大学生呀 然后 从开考到结束 开考多久 这门课考多久 我就写了多久 然后 就一张那种答题卡 就这么一张 我把它写的满满的 我写到手都要断了 对 对 所以说这种 我们这种 就是开卷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 就是说 不开卷会简单很多 对我们来说 因为不开卷 不过就是 几十道选择题 十道多选题 再来点判断题 和名词解释 和什么 分析题 就结束了 对 就是 其实 币卷和开卷都各有各的不好 和各有各的好吧 开卷你会觉得 哇我可以看书诶 然后币卷 你会觉得 哦也就这些题目啊 也不会很多 也不会写到你很累 对 但是 也会不好的 就是 开卷 不会就是不会 哦吧 币卷 不会就是不会 开卷 找都找不到 有什么区别呢 请问 对 如果开卷的书就这么薄 就算了 开卷的书这么 这么多 有什么用呢 那就开吧 我还不一定能找到呢 对 开卷真的要写很久 开卷其实 我们开的 我们开卷的那次就是 简单的 找还是能找到的 就是写不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就是写不完嘛 我们开卷很简单的 对 就是可以找得到 只要你对目录熟悉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找到了怎么样呢 对 你把那一页操上去啊 就是 你找到了 你会发现它很长 你就有一种 不想写了 就是那种 你知道吧 我真的 我那次就把我写 自闭了 真的 就是 我真的很想 就是把鼻一扔 我就不想写了 我都已经写了 手都要废了 谁懂 谢谢bill 李送的巧克力 对 所以我觉得 即使开卷和必须都没有什么 你说它好吧 它也没有很好 你说不好吧 它也确实不太好 对 对 就这种感觉 你懂吗 对 不考是最好 确实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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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音乐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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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闭了 今天 好 小嘴 已经播了一个小时吗 这么快吗 没什么感觉 就是说 已经播了一个小时了 原来 希望回来的第一天晚上 不要失眠 求求了求求了求求了 我在上海睡得很好 已经开始 就是说 陷入一个乞讨 已经是一个乞讨 谢谢SLW送的荧光棒 对 结结了结结了 我的话 播 播 播到十点半 我就去 就去 洗澡洗澡 7-7-2是吗 什么 拜财神 我也想拜财神 我财神也是要拜的 说起这个事情 对 因为那天吴亦菲 他提醒我 他说 让我去看一下 我去年的税和收入 对 我继续看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 就是说 居然已经达成了 我去年的一个目标 对 但是不禁让我在那思考 对 就去年是 我说 我想要收入 就是有 六位数 对 我也确实 达到了六位数 但是吧 我的钱去哪了 但是我的钱去哪了 换得好 我的钱呢 我是赚了那么多 但我的钱呢 我的钱呢 我的钱去哪里了 没有啊 我的小金库 不长反 反 反将啊 我的钱呢 我没有很开心啊 那就是我达到这个目标 抽 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钱去哪里了 不是富婆 对 什么 什么东西 没有的事情 看看我的年卡 和我的儿子 没有啊 我的年卡 就还好 那也不至于啊 不能吧 不能吧 对 然后我今年的目标 我不改了 我觉得 我以挣钱这个为目标 是没有什么用的 毕竟挣了 我的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不对 那我就开始 对 就是说 我今年的目标是 变成存钱 省钱和存钱 今天的目标就不是 就不是说我要挣多少多少 因为挣那么多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的税 我的税也有五位数啊 对 我税 确实有五位数 三月份才开始退税呢 希望他退回来之后 我还能有百分之 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退税是多少 百分之 大概能得到百分之多少 好像是百分之八 七八十吧 好像有 百分之七八十是多少 我之前会 哦 我上学会记账 对 因为我上学的 上学那时候 挣的比较少 然后开销比较大 对 但现在就没怎么了 然后 我觉得 主要是因为 我上个月没有提现 哦 不 我生日的那时候 那个 那前一个月没有提现 导致我生日的开销 全都是在 透支我的小金库 对 也不算透支吧 就是在 反正就是在用我的小金库 对 因为我那个月没有提现嘛 然后我的生日又在四号 就在发工资之前 你知道吧 然后我的PV 我的拍照 我的所有道具 录音 生日的所有花销 都是用的小金库 然后 加上我换了手机之后 哦 对 还有手机 然后我换了手机之后 我的 我的那张卡 的手机银行 打不开了 因为 还绑了我爸的电话号码 哦 那倒不至于见底 我的小金库没有那么脆弱 我的小金库 就是说 虽然没有非常多非常多 但是吧 我怎么也是有 有一些存款的 对 就是 不可能见底的 不可能通过我一次生日公演 就见底了 那倒不至于 好不好 对 那倒不会见底 好 一些 那倒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过六位数的存款 对不起 对 对 我想定一个目标啊 我想定一个成 今年 2022年成前的 一个目标 但是说我还是要看我的 这个什么 那个叫啥 我要先看看我的 多少 对 对 我现在还看我 看我剩多少 我今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收拾完第一件事情 就是 转了 转了 转了钱进我的小金库 对 什么 年初计划存 两万 年底一看 差五万 怎么会这样 对 这不就是我吗 对 而且我今年冬天 买衣服已经算少的了 昨天的我 对 昨天的我 是这样子想的 我是这么个 魏菲说的 我说 这个冬天我好少买衣服 不如今天就去买衣服吧 对 确实我昨天买衣服了 我这个冬天买的衣服 跟前前一个冬天比真的是太少了 买的 买的 只要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的 就是没怎么 特别想买或者心动的衣服 对 所以就没有买很多衣服 所以这方面 还是有稍微省一点 对 什么发红包 我不用发红包 我们只要没结婚就不用发红包 对 我还能 就是说 还可以领很久的红包 对 对 我们家那边就是 只要不结婚就可以一直领红包 对 不需要发 对 然后化妆品很少花钱 对 化妆品很少花钱 然后 护肤品的话 现在也不会是进买了 就是都是 需要的话就买 对 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慢慢的找到了 合适的护肤品嘛 对 以前的话就是 干什么 我的手机它关机了 没充上电 你怎么了 对 它就是说 关机了 它怎么关机了 对 放着放着就关机了 可能是那个手机壳 它没插好 如果我每个月的工资 其实我底薪不高 对 主要呢 主要呢 还是因为去年代艺还是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就是代艺的话确实很正 对 代艺一场120了 对 因为去年代艺还是带了很多厂的 对 从总选之后吧 一直带到了10月份 对 大概带了两个月带了很多 对 其实差不多吧 对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对 对 这张补贴也是有的 其实差不多也可能说 但是带的多的话 但是如果这两个可以同时的话 那就更正了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我以前付队的时候也是在代艺嘛 对 我就同时领着付队的工资 然后又在代艺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确实就是说 只要是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嘛 我就扣很多钱 对 其实他也只是补贴我被扣掉的全情 和我上学请假扣的钱罢了 对 但是我 我在之前嘛 就是上 就是在刚刚总选完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代艺 然后 然后又有全情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就很正 你知道吧 对 但是因为之前的话就 对 但是现在就是说 队长都不能代艺了嘛 然后就只能就是说 对 只能就是正常的 领队长工资 但是不会就是说 会有其他的这种 全情就是 看奖金池有多少吧 对 正常全情就是500啊 这是本来就有的 对 然后 全情是500 然后奖金池是另外的 对 这两个是 double的 对 还好吧 全情 就是奖金池 它很随机的 有时候就是多 有时候少这种 对 很随机的 对 年终吗 年终要看 年会 就怎么样才知道 晚上好 对 为什么广霸不能带 去队长代艺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原因 反正那时候他们确实有跟我说理由的 他们说的也在理啊 只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罢了 现在工业是375吧 好像是 现在工业好像是370 对 这只是AKB都可以 对 我 它就是限制了 就是说 对 确实 怕生在草银新大 那倒不会 那倒不会 对 你有没有想过 代艺的人只是想 挣钱 就比如说我 对 就是一个 就是我 既喜欢跳公演 而跳公演的同时又 就是会有相应的 就是这种老务费 那就是何乐而不为呢 对 他不需要担心这些 对 他不需要担心这些 就对于我来说就是 我喜欢 我喜欢跳公演 我觉得跳公演很开心啊 那我跳 就是很开心的同时 挣了钱 这不开心吗 这不是更开心吗 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你知道吗 还好吧 如果是自己 开心觉得 喜欢做的事情 一般就觉得 不会很累啊 我跳三角 做会觉得 没有很累 对 没法代艺 就没法破纪录了 但是 因为 短暂的 带了两三个月吧 我去年 对 2021年 我还是有101场公演的 就是一年 总共201厂公演 101厂公演还是有的 刚刚好 如果不代艺的话 我一年就达不到100厂公演了 对啊 自己开心 用能挣钱 大家还能在别的 看我跳别的公演 然后又可以 做到 补贵的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 老爸 对 太完美了 但没有这个机会了 就是说 他们人家那么多 就不需要 根本就 对 然后 然后现在是 375厂 对 但现在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我也不能带呀 对 400厂 翘克力也去看 好啊好啊 笑死 你看 还差 哦不对 加上 就是 这两个星期 还有4厂嘛 对 那就是说 过年前 我会达到 379厂 对 379厂 那就是说 还差 21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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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400厂的话 其实很快的 对 21厂 以 假设 一个月 有 六厂 至少吧 一个月 一个月 至少 有六厂 那 差不多 三 四个月 左右 就 三个月 多 四个月 就 四个月 就可以 到 400厂 意思 就是说 总选前 会有 400厂 的意思 对 谢谢 谢谢 加拉 捐头 送的 荧光 棒 对 谢谢 谢谢 爱吃西瓜 0758送的荧光棒 对 我也知道 N3很缺人 但是N3就是 对 我还能不知道 N3缺人 魏菲 天天跟我念叨 我们好缺人 我也知道 但我能怎么办呢 对 我也不能怎么办呢 我们也缺人 这个速度躺自记录是砍不上北格之上 嗯 但是全情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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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要来啊 然后 会会 会会 会说 嗯 先学N4 然后后 然后他 他说等学完N4再来选 我就说好的 然后我叫小马来 对 然后小马说 小马说 我太高了 我穿不了你们的衣服 然后我就 我就 这个时候我一时间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 我不知道应该安慰他还是怎么 我当时候 我当时候 之前嘛他还不是负罪的时候 我有邀请过他 对 他之前不是负罪的时候就邀请过他 好早之前我就邀请过他了 对 对 我当时候就是一整个就是耿住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安慰他 我穿不上 我太高了 然后我当时候就 好吧 好吧好吧 对 我真的 我当时候那一刻就是 是我 是我太惨了 还是他太惨了 我一时间就分不清 你知道吧 我真的 对 然后 同理 我觉得灰灰可能也是 因为这个事情稍微就是有一点点顾虑 所以没有来我们对待 对 谢谢YANSY送的荧光棒 你在想什么 对 程鸿宇也是新加入我们队的呀 对 对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对 说出来就是觉得又好笑又心酸 对 而且据了大家就是说身高就很平均 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只能就是说 寻找一些新人 对 反正就是说 嗯 勤劳的小马和灰灰就是指望不上了 就是说 对 这些人太高了 嗯 对 我之前真的就是 大家都以为我没有邀请过吗 我们都一直没有人来代意 是因为我没有要 太高了 他们都太高了 谢谢Dream Sky送的荧光棒 谢谢 嗯 怎么 我们对人都不起 怎么小小孩低大小上班 他们俩一起上班行不行啊 哈哈哈哈 对 小邓爱的只是双面偶像 哈哈哈哈 大家就是反正我们对一个位置 对 如果大家都在的情况下 然后那条上学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只缺一个位置 但是那条回来的话 我们就会刚刚好16个人 对 对 就是我们满打满算 所有人都在的情况下才是16个人 对 但是 就是会经常就是说比如说 嗯 搜索有时候不在啊 或者是这个又不在啊 这个上学不在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不在啊 就 对我算了成家营 对 我算了成家营 因为还有什么工作啊 这个又是 嗯 对 就永远都是没有16人的 对 我们对什么时候有16人公演过 就是从RESTART以来真的 真的 就没有人 没有 骑过16人公演啊 我们对 上搜索就是经常因为一些工作不在 他这个星期也不在 对 对 就很 还是很缺人的 对 对 我有跟就是说跟老师申请啊 我说 我说去就是跟我们舞蹈老师说去让他去找新人来代议 对 对 现在就属于一个我跟吴与菲两个人云云 然后就是让自己的队伍看起来不那么少人 对 但确实 更少一点 因为他们不在的人 长期不在的人和上学的人真的太多了 对 有时候不在 但他不是那种每一场不在 就是大半年不在的那种你知道吧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 大半年不在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们之后还好 然后每次再跟我吴与菲聊这种话 其实吴与菲说 你们还没人啊 你们都那么多人了 我说 我说 我说不到16人就是缺人 然后我又说 那有我们都有人少嘛 反正我们俩就是在那里就是说 互相在比谁的人更少 然后互相就是说 来我们这 让舞台来我们这代议 我说我们对也缺人 对 我们俩就是那种 对 吴与菲就说 你们哪里缺人了 我们才缺人 我们NC好缺人的 然后我说 我们也很缺人啊 对 对 对 我们俩就是在那争 对 笑死了 就是 嗯我觉得 这好像是我们 就是怎么说呢 好像每个队都有特别缺的时候 对 嗯 因为这一队也有经历过那种 就八九个人跳公演的时候 就 他们缺八九 他们八九个人跳公演的时候 我就在代议那个时候 就说八个本队人 八个代议人 你知道吧 我就是那个八个代议人之一 对 对 那种 那段时间 对 然后我 然后G队之前 双面 也试过 也试过很缺人的时候 对 一直就每个队都有 都有过这种情况 对 都会经历的 都会经历的 19年 对 那是我带的最多的 就他们十八伞 我都去带了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说 属于一个非常勤劳的状态 就是 有就带 对 那时候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 每个队都有十八伞和 就是队伍公演嘛 然后我又上他们的三角 又上他们的十八伞 然后他们十八伞 我就学完全唱了 对 后来 后来 我还甚至想去 NC带 十八伞 十八伞 对 因为他们十八伞的歌 然后很多都会跳 对 但是后来 不是疫情吗 对 就 因为疫情 然后就没有 就 莫名的就 那段时间就是属于一个 一周五场公演 四场都能看见我 对 就这样子 真的 现在的话 事情可能就是这种 你知道吧 嗯 确实我代艺都会要多一点 场次可能多一点吧 代艺不能跳unit 指标不指标 当然不是啊 unit最多也就那 就是几个人跳啊 但是大哥那么多人 难道大家会希望看到九个人在台上跳大哥吗 unit怎样呢 人还是很 是大哥就十六人曲的时候台上只有九个人跳吧 然后这边空 那边空几个位置 那边空几个位置 看到多么舒服啊 对不对 生结公演在的吧 开始排练吗 没有开始排练 但是在的 一般都是在的 对 一般都是在的 再说了 现在这种时期 哪有什么因为工作不在公演的事情啊 unit 哦不知道 这位在哪边 还没排不知道 对 我之前 我们危机缺人的时候 然后我都是上四个unit的 对 以前 对 我那里还跟陈真真说 我说 我是说好要一起去吃饭的 你怎么就回北京了 她说没办法 我们有个外物要回去录音排练了 我说好吧 因为本来就说好吗 因为我本来想着说 等她握手握手完 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的 对 谁知道呢 她握手完就飞了 对 对 因为我就是说想想 你上次就是 约好的说要去上海要一起吃饭 你没吃上啊 没吃上 明天又飞了 对 对 就是外物嘛 只能三月份再吃了 对 还得再等一个多月 那我都去 我都飞过去了 她不请我吃饭 是不是有点 说不过去 对 是吧 冷餐吃得好 真的吗 三月份的北京应该不会下雪了吧 我应该是看不到雪了 既然看不到雪 我能不能求三月的她不那么冷 对 好吧 冷还是冷的 好的吧 她 如果她能下雪就更好了 对 就是希望她下雪 下雪 我感觉这个充电她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接触不良啊 真的很想要下雪 然后我 前两天 昨天 昨天 昨天是 就是9号还是10号来着 反正就是 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吧 9号应该是 对对对 9号那天 然后我就 不是出门了吗 9号那天 就是跟 跟为非他们出门了吗 然后那天还行吧 没有很冷 对 然后 然后 回来之后 我就刷抖音 刷抖音是这样子的 她说 上海下雪了 我当时就说 我人就在上海 什么下雪 我怎么不知道下雪 我说不能吧 然后 然后她就说 在 那个 在 就是那 上海的那个上空 很高的地方 下雪了 下雪了 飘雪了 但是由于地表 温度还是太高了 所以就是 她 没有办法下来 她就已经是 就是 就没了 就是说 落下来 然后她就知道 怎么会这样 就是说 我人就在酒店 她说 下雪了 对 然后 而且你知道那个抖音 就是 就是 确实它上面在飘雪 你知道吧 哦 羡慕极了 对 下不来呀一阵哥 我真的就是 就是说 长那么大了 还没有见过雪 谁懂 对 想就是见一下雪 就是说 她耳边太冷了吧 咱能去个 不那么冷的地方吗 对 因为巧的话 三月眼在北京看到雪 那就希望我 运气好吧 我不怕冷的 对 但是她不下雪的话 就能不能别那么冷 如果要下雪的话 我还是不怕冷的 对 一个碰运气的行为 一个碰运气的行为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三 哦 那距离过年还有八天 好早 我感觉我可以出去玩 一趟再回家 靠谱 刚说完要省钱 然后就开始算着 哦 距离过年还有八天 那不出去玩吧 笑死了 对 半个小时前说 不如我们今天省钱吧 然后 出去玩吧 对 三十一就过年 不是一号春节吗 你管大年三十 过年是吗 我按 我就是按春节算的嘞 对 三十一号除夕呢 哦 我知道三十一号除夕 但是我按的是春节算的 哈哈 我知道三十一号是除夕 不行 钱还是要好好存的 对 对就是主要是怕就是疫情嘛 对 希望就是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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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